2023年9月 世界三大酒评价之一的杰西斯·罗宾逊 将几款欧美知名葡萄酒 中国自主酿造的龙玉进行了盲品 杰西斯·罗宾逊给2016年龙玉的打分是17.5 给2019年拉菲古堡的打分是18.5 龙玉一分之差名列第二 为此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专栏文章 在很多中国消费者的心里 葡萄酒仿佛就是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 葡萄酒的售价从几十到几百再到几千 让人感受到了品鉴有门槛 我一直都在想 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的葡萄酒文化 在世界葡萄酒的版图上 中国葡萄酒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如果中国葡萄酒和进口葡萄酒同场竞技的话 我们看到的究竟是单方面的碾压 还是势均力敌的比拼 而所有这些问题的共同指向 中国究竟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优质的葡萄酒 带着这些疑问和关注 我们来到了宁夏 宁夏是中国葡萄酒的明星产区 在这里葡萄酒产业的发展 已经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在赫兰山东路坐落着大大小小数百家的酒庄 来到宁夏选择张玉旗下的龙玉酒庄 作为观察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样本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在那儿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向导 周公 你好 陈老师 你好 我没有见面了 你好 你说要带我来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你看这儿一望无际的葡萄园 真的太壮观了 对呀 今天主要就是想要约你来看一下 我们宁夏最好的葡萄园 了解一下我们宁夏的风土 这真的诠释了什么叫硕果雷雷 是的 你看我们的葡萄长得多好 真是啊 这一串串的 对 但我有一个好奇 我觉得我们脚下的土壤 好像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肥沫 陈老师 你可别小看这些土壤 这个是我们历经了17年 从8万多亩的葡萄园里边选出来的 就这土还花了这么长时间 对呀 你看这个土壤它属于灰盖土 保水保肥性特别好 另外我们能看见这里边有好多石子 对 这个石子对这个热量的传导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葡萄质量好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 那你们在整个赫兰山区找到了多少片这样的土 当初8万多亩 现在我们只有25个地块 中面积才5600亩 最初我们也不知道哪块地种的葡萄好 哪块地种的葡萄不好 经过我们酿酒师团队对每一个地块的酒进行一个评价 从里边通过酒的质量来反推哪块地 最上是最好的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作量 是的 为什么要这么费劲我们找一块土地种下去就行了 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缺乏相应的数据和经验 这样我们只能用一个虽然说很笨 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 通过大面积的种植来选择出我们需要的好地块好葡萄 所以每一片土地其实都是精挑细选的 我们要珍惜脚下的这片土壤 是的 龙玉酒庄的种植师周新铭在16年的职业生涯里 他每天最关心的只有天气土壤和果实 这片土地在周新铭的心中被赋予了特殊的魅力 因为它是种植葡萄的极佳之地 为下一步的酿造之旅能提供最好的原料 我还有一个发现 我发现这儿的葡萄藤全都是斜着长的 这是我们种过独一份的独特的一个整形方式 为什么这么整形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冬季气温比较低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埋土 冬天的时候它们都会被埋到土下 对对 整个葡萄藤要埋到土下边 如果说这个藤直立生长的话 我们压的时候比较容易把它压断 这样的话我们让它比这个地面保持这个45度角 以下的这个角度呢 便用为机械作业 这葡萄藤呢它也不容易折断 我们这儿的所有的葡萄几乎都长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我们所有这个葡萄基本上保持这个距离地面60到80公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设定 因为我们保持在这个60到80公斤这个结果袋 能让每一串葡萄接受的这个温度和光照 都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这样的话就是葡萄的成熟度很均一 成熟度也非常好 我看这45度角的葡萄藤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方向 全往这边 对的 车老师 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个角度都是超难的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和我们的风向保持一致的 我们可以站起来感受一下 来来来 哇 果然风从北方来 这么大的风啊 当地老百姓特别有感触 因为我知道这儿有一个顺口流 叫风吹杀石跑 树上不落鸟 但我就很担心这么大的风 会不会把咱们的葡萄都刮坏了 刮掉了 春季葡萄萌芽以后啊 这时候如果有风的话 会让我们的葡萄避免遭受碗霜冻害 有风还是好事 对我们的葡萄是有好处的 葡萄开花作果的时候啊 这个风呢 会降低这个葡萄的作果率 这几年我们统计了数据 我们这边这个受这个风的影响 这个作果率就降低到15%左右了 如果是外人来听 作果率好像得越高越好啊 但你提到了一个15%的作果率 这难道意味着我们的收成不够好吗 这也不对 陈老师 来科普一下 对吧 我们来说这个葡萄做果率低 它这个果碎会越松散 松散的果碎呢 会让这个葡萄果粒接受的这个光照 尤其是光照里边的一个紫外光 会多一些 这样这个果皮呢 也会变厚 陈老师你看 这个果粒 首先我们看 整个果粒的着色 非常均匀 对对对 整个成这个蓝黑色 再一个看这个果皮表面 这个果粉啊 也很均匀 非常非常的健康 这是从外观上来判断 对对对 这是好果的标准之一 对并且果粒也非常小 我们轻轻的一碰 这个葡萄汁出现了 对对对 这是我们葡萄这个成熟的一个标志 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一般就要考虑采摘了 每年十月 赫兰山东路的葡萄园 异常忙碌 紫色的葡萄 画满旁之 这是辛劳一年的馈赠 而与此同时 葡萄酒酿造专家们的柯克也达到了峰值 他们的追求不止于收成 而是卓越品质 全面掌握葡萄园的状态 捕捉每一个角落的细微差异 精确掌控葡萄的甜度 反复品尝 以做口感上最厚的鉴别 没有几十年的经验和功力 很难做到 葡萄酒酿造专家们 将时间专业经验和热情 注入每一颗葡萄中 使赫兰山的风土 成为酿造的秘诀 采集工人的头巾 早已因为长年的劳作 而被晒成了时髦的渐变色 这是汗水的颜色 也是辛劳的记忆 这是幸福 也是财富 走住了葡萄园 其实心中挺有感慨的 你会发现一切的美好 都和我们脚踩泥土 满头是汗的耕耘分不开的 我在想 日后这里的葡萄酿造的葡萄美酒 无论被端上怎样精美的餐桌 人们都不应该忘记 它们就来自这里 从田间而来的一颗颗葡萄 来到了工厂 从这里出发 它们将开始新一段的奇妙旅行 迎接从果实到美酒的神奇转变 我们为了保证 路灌的葡萄原料 都是均匀一致的 我们从国外引进了 这台光血力选设备 在这里有传统带 第一步的叫碎选 碎选不把里面的一些叶片 一些这种冰果 可能青果 这种有颜色寝的果实 就会筛选出来 第二步 我们的这个 有个除梗破碎环节 通过这台设备 可以把果梗 还有一些小量的叶片 就会吹出 然后让葡萄果实 坐到这个振动台上 把有一些小的果实 一些碎的果实 也可以在这里去除掉 通过光血力选 快速地摄像 摄像以后 把这些不好的果实 都通过空气吹出来 吹出来的 就进入到了我们这个罐里 它的剔除力 是根据葡萄果实的品质 品质越差 它会剔出来的就会越多 品质越好 它哪些剔出来 就会相当于会少一些 了解了一番之后 我们发现 不是每一颗被采摘回来的葡萄 都可以用来酿造美酒的 葡萄也如此之卷了 现在其实满分的葡萄 已经准备就绪了 而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酿酒师 表演技术的关键时刻了 江公你好 您好 陈老师 您好 非常高兴见到您 说到酿酒师 我相信很多人对这个职业很感兴趣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 这个第一是说来话长了 我觉得简单说 酿我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实现从一粒小葡萄 到葡萄酒的一个华丽转身 听起来有点像魔法师的感觉 我一直在想说 酿酒师的必备条件 是不是必须要特别能喝 也不一定说必须能喝 但是一定要喝 要喝 酒量得还可以是吧 对对对 邵老师 那咱们也去喝一杯先 我们不是录节目了 真的要喝吧 稍微品一品 品一品 好 那跟你走 来 邵老师 您尝尝这个 真喝呀 不过这个颜色看起来 好像跟平时的葡萄酒不太一样吧 对的 对的 它这个还不是葡萄酒 我们这是发酵琴的葡萄汁 葡萄酒的前身 来感受一下 好甜 而且特别香 为什么会散发出这么独特的味道 这里面我们有很多 有自己的一些核心的技术 那我们既然来到这儿 你能不能让我们见证一下 这个核心的技术 到底出自于哪里 我手里拿的这个您看到了 这是葡萄酒发酵用的酵母 发酵对于葡萄酒的酿造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对 所以它在里面扮演的一定是最重要的角色 是的 是的 我们这个酵母是这个是我们中国自己本土的酵母 是从中国这片宁夏的土地上 我们自己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删想出来的一款酵母 那它会在整个的发酵过程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酵母其实对葡萄酒我们叫做叫灵魂 在研究好比我们手机的芯片 它能是做到不同的一些香气特点 然后赋予葡萄酒它自己的一些个性 是要用它自己的这个酵母来发酵我们自己的葡萄 把它自身的这个香气和激发出来 使其更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这样就有别与其其他的 更好的能够实行我们的一个独特的风味 但我想在独特的风味的背后 仅仅有我们中国独有的酵母 可能还不够吧 上师您太专业了 说得太对了 我们还有我们中国现在自己在做的橡木桶 橡木桶对葡萄酒去说叫葡萄酒的摇染 是 葡萄酒发酵结束以后 它会在橡木桶里慢慢地有青色变得成熟 我眼前的这些容器表面平静 内里却在时刻发生着变化 葡萄酒发酵 沉酿的过程就像是一段悠长的时光旅程 等待呈现给所有人一段关于香气 味道和时间的故事 陈老师 这就是我们用自己中国项目做的橡木桶 它可以在这个酿造的过程当中发挥什么作用 橡木桶对葡萄酒来说成酿是非常重要的 葡萄酒在橡木桶里能够 因为橡木桶它有透气性 它能够起到一个微氧化作用 能让葡萄酒在这微氧化的状态下慢慢地熟化 让它的丹宁啊香气变得非常的融合 非常的细腻 中国橡木桶也有自己的特色 它可能不像法国橡木桶 带一些这种细腻的焦糖啊 巧克力的香气 也不像美国橡木桶可能带来很多都是这种香草 奶油这种太妃糖这种非常甜美的香气 我们研究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感觉 这个很简单 我先讲一下 把这个插进去 插进去心不要按这个 来来来那我来试一下 这个是赤霞猪酿到的 赤霞猪 它在橡木桶里放了12个月 果香比较好 油体相对会轻盈一些 酸度会比较高 很饱满 很醇厚 对对这种感觉 在江文广看来 葡萄酒酿造的过程既是一项科学 也是一门精湛的艺术 更是时间的萃取 酿酒师需要在这个过程中 通过热爱 创意和记忆 将酿造推向极致 酿酒师在此刻 与每颗葡萄之间建立起深刻的默契 小江我们目前已经入了几罐酒了 李济明 张育公司总酿酒师 是酿造工艺团队坚定的领导者 许多在国际大赛中 斩获大奖的产品 都出自他和张育酿酒师团队之手 我们去看看尝尝这一罐的酒吧 去取一下样品 把咱们取一下吧 葡萄酒的酿造 每一款配方 每一种搭配 每一个细节的把控 都是有科学的论证 和艺术般精巧的调配 我们通常要采用不同地块 不同酵母菌 不同发酵工艺 不同木桶 成样获得的不同的原酒 那么这些原酒呢 我们要经过 荣誉都创立四部桥配法 粗桥结构 细桥香气 维桥平衡性 精桥完整性 最终桥配的样品 要经过我们中外二十名酿酒师 经过多轮的品尝 才能最终确定 我们进入成品环节的样品 来投资生产 成样的过程 仿佛是一段悠长的时光之旅 当它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 它早已经不再是 葡萄的简单转化了 当这些带着故事温度的产品 呈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 真正的检验也开始了 它能否被市场所认可 它能否走出国门 被世界所接受 有几篇报道引起了我的注意 看到了如此之多 关于中国葡萄酒的报道 在国际市场上 中国的葡萄酒究竟有着 什么样的竞争力呢 当国外的知名酒瓶人 给中国葡萄酒打出高分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应该是那一分的差距 还是我们与一流标准 是如此接近呢 这一分的差距 我倒觉得不是差距 而是说告诉了我们 我们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高度了 同时呢也在提醒 其实我们也还需要再潜心 再去提升 其实我们中国葡萄酒 现在有很多的品牌 或者说是产品 已经它的从质量上来说 是世界顶尖的了 但是从风格来说 绝对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互相模仿风格的 我们葡萄酒的质量 风格特点 已经可以和世界完全接轨 而且呢 有后来这居上的这种趋势 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 古老的葡萄酒的酿酒国 除了挖掘过去的传统的东西以外 还有国家投入的科技的创新 中国葡萄酒的品质 和世界一流葡萄酒相当 质量是入门的门槛 特色才是立身之本 中国葡萄酒专家 也正在努力加入中国独特印记 让每一滴酒散发出 独特的忠实风情 中国葡萄酒走向全球舞台 要走的就是这条路 要成为一个堪称世界级品牌的葡萄酒 应该具备哪些素养 首先得有优质的产品 这是必须的 品质优良 第二个呢 它得有一个触达广大的 大众的一个品牌影响力 知名度 美誉度 同时呢 它在销售上 能够有各种的渠道方式 能够去触达大众消费 我认为这是最起码的 一个国际级品牌 它得做到的 但是第一个呢 你必须要作为自己的风格 第二个呢 注意到每个小小的细节 在做这个瓶 务必须要确定 我们不要做错误 从瓶子到瓶子 第三个呢 我认为是 肯定 你有你的风格 你不能改变 每年年代的风格 葡萄酒呢 是一个嗜好品 那么嗜好品呢 是根据消费者的口味 习惯 喜好 来决定 你不要说你 获了什么奖 获了奖的是 符合专家口味的 评判标准 说明你这个产区呢 有这个潜力 但是这个潜力 能不能被市场接受 靠消费者说 想要成为世界级的葡萄酒品牌 那得是品质特别棒 品牌影响力深 而且消费者都愿意掏钱购买 在如此激烈竞争的市场上 品质是基础 品牌是灵魂 当然了 还要有消费者的支持 这是最关键的 只有这三点都做到了最好 才能成为大家都称赞的好酒 中国葡萄酒品牌 未来发展的努力方向 应该是什么 我们取得了一些小骄傲的地方 有很多的酒 获得了国际比赛的大奖 这还不够 我们还应该让我们的产品 能够促达广大的消费者 做的优质的产品 能够让广大的百姓 能够买到买得起 我们一定得 第一个一定的按照市场和消费者需求 来进行产品研发和生产 而且应该按照市场消费者口碑的变化 应该及时做一些调整 展现我们宁夏这产区的风土 体现出中国特色 产区的口碑 企业的口碑 产品的口碑 三个一致 独特的风格要找到 而且要让它固定下来 要考虑到中国人的饮食饮酒特点 我认为一定是迎合不同消费者的口味 特别是我们中国普通大众消费的口味 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 可能仍然有中国的地方 可以产品较好的酒 但人们仍然没有探索 这是很兴奋的运动 中国葡萄酒品牌 正在努力地琢磨以后的发展之路 品牌嘛 一定得有深厚的中国味 每瓶酒都得展现出独特的中国元素 得贴近老百姓的口味 要以温馨又亲切的味道 满足大家的需求 对中国葡萄酒的品牌而言 这是真正的发展之路 在宁夏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 也见证了很多新奇的故事 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中国葡萄酒的产业 正在茁壮成长 它们在世界的舞台上 正在彰显着中国力量 和中国品牌的价值 中国不仅有好的葡萄酒 更有实力 造出属于我们独有风格的好酒 国货品牌正当实力 我们越来越强 在中国生产出一款 最能代表中国风格的产品 我们其实不是把以获奖 或者是大家说多少的荣誉 评价我们的产品的想多好 我们更多是希望说 大家的消费者能去喝 喝了以后能够喜欢 能够适合我们中国 中国在近20岁发展得美丽 它会一直在酒店的大力 和在未来的大力 就是独一无二的 全球的葡萄酒界的产业 也觉得中国葡萄酒 是独一无二的 考虑了消费 考虑了市场 让你的风格固化 才能在消费者的心目中 形成你的良好的口碑 中国葡萄酒在国际舞台上 要能够留下自己的一个身影 那必须是要做自己 而不是说我像谁 中国葡萄酒的文化 古已有之 在大量的典籍里 留下了不少的历史记载 而中国葡萄酒工业化 和产业化的缘起 却和130年前 一位富有远见的 中国商人有关 它用张玉这个品牌 开启了中国葡萄酒的时代 当下正是中国葡萄酒 最好的年份 当你走遍了世界 品过了世界之后 才会发现 中国味道 才是最纯美的味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